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三角区域穿鱼级物工旅客较多 平常每天去往穿鱼方向的铁路客流就接近1万人 而春运期间的客流量是平常的两倍 客流量的激增给铁路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期间保障重要节点设施的正常运行 成了维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一起到护汉荣高铁菜架沟特大桥 去看一看那里的维护工作 1月14号午夜 重庆供电段石柱供电车间的35名工人 已全部集结断位 整装待罚 准备开赴护荣县福陵北区段的菜架沟特大桥 今晚他们的任务 是对大桥上的供电供设备 进行一体化巡检及整修 保障春运期间特大桥及铁路的行车安全 出发前 工人们要把所有的工具设备全部清点一遍 带多少工具走就要带多少工具回 就如同手术台一样精准 今天申请的天窗时间只有240分钟 工人们要在有限时间内 完成两公里的巡检任务 不容耽搁 工具台队 准备上车 出发 四时 从重庆供电段征调来的 全新检修列车已停靠到位 有两台轻引车 和十台工作车组成 长度超过200米 相当于把检修工厂搬到了车上 动用这样的巨无霸 原因是为了应对菜架沟这类特大桥 此刻 驾驶室内所有人 很焦急地等待着天窗点命令 出发的路上 张祥在检修列车上 召集所有人开了一场搬前会议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夜间作业 这个我们的传统人一直是夜间干活 所以大家都比较辛苦 23点15分下令到3点20结束 然后春运期间也是希望大家 该值班的站好最后一班港 然后保证设备安全 不耽误春运期间的旅客安全的回家 大家有没有信心 菜架沟特大桥是护汉荣高铁 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2050米 最高点近200米 接近70层楼的高度 其中主墩近高139米 该桥墩是全球双线铁路桥最高桥墩 外形库斯埃菲尔铁塔 在这样高的一座大桥上作业 需要异于常人的胆量和技术 班长孟小飞率先爬上了接触网 这条为列车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线路 就是接触网 白天给列车供电超过25000伏 为确保列车受电流稳定 孟小飞要对支撑定位装置 线索等进行全面排查 消除误差 断电这种情况 需要我们快速地去抢通线路 所以我们的速度一般都是比较快的 不尤其我们都是来塞 或者是迈迈腾腾地去完成工作 孟小飞常把自己的工作 比喻成消防战士 如她所讲 宫电工门矫健的身法 确实能和训练有素的消防战士 一脚高下 如果说是真的是白天 你去看了它或许你真的会害怕 但是你晚上你看不到它 你也不去想它 你就想着我这儿 把安全措施做好了 我不会掉下去 都OK 好的 准备 一体化巡检整修 就是为了应对有限的天窗实践 打破以往单兵种作战的劣势 多工种配合提高效率 工武工长王超 正带领一个识人的工武班组 在大桥另一端作业 一 二 出 工武班组承担的是更换养护钢轨 道顾道长以及青涩等重体力任务 那个桥要伸缩 钢轨要拿回伸缩 夏天价会涨 冬天还会缩 大概在400左右 400毫米 据说温度高 往外的爬行距离就越长 爬行等一下我把人滑了 到这里出啥子 把人搭了 工物组的人给不断变化的钢轨 做了一个拟人的比喻 爬行 轨温的最大区间有时能达到30度 白天温度升高 轨道膨胀 夜晚温度降低 长度缩短 这给高速行驶的列车 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钢轨会骑一个小包 或者去一个小坑 就是火车 列车在经过的时候 会有一种颠簸 旅客坐在车上 人会感觉 头痛一下 感觉跟旅客坐在车上不舒适 我们带给大家 就是坐车的舒适感 保障高铁在钢轨上安全行驶 是养路工文的职责所在 铁路工人骨子里多少有点倔强 王超他们的目标是高铁跑得快 还要跑得稳 让旅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 插伤 它已经没有了 它已经全部消除了 打到大标 因为它全天跑动车 然后经过一晚上之后 尤其像我们这种山区 你不能保证是完全安全的 万一有什么那种地方有落石 对不对 或者有什么把铁路损坏了 那么你第一趟如果去跑旅客列车的话 是对旅客的不负责任 上车赶紧上车赶紧上来 全部走来 此时天窗期只剩一个半小时 每一次检修都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 工长张力 要检查蔡架沟大桥的桥体和桥墩 这也是这次巡检中最危险的工作 张力再次确认好安全绳 即将下到桥下距地面180米高的地方 这个高度相当于60层楼高 工人们只有在漆黑一片的夜晚才能忘记对高度的恐惧 平时晃很少的张翔面对恰巧的兄弟变得啰嗦起来 因为这是带班必须要记住一句话 怎么样把人带出去必须怎么样把人带回 这帮兄弟我跟着我出去上班 结果因为我的疏忽或者是因为我的没有及时提醒 导致他们产生了某种人身的伤害 那不仅仅说是对他们自身的人身伤害 那对我更加是有良心的权责 可能一辈子都怕不开运动 下边的注意安全 让我喊一声 15米高的垂直梯由40个布街组成 夜晚起了风 垂直梯被吹得有些微微晃动 张力爬下去用了足足10分钟 这个后来比较放 长度太大了 当然注意脚下安全 安全实施挂在这边警察的提醒 像今天晚上出来 早就要注意安全 她都不同意我今天出来的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孩子在医院里 张力刚刚一岁的女儿患肺炎住进了医院 白天去医院照顾孩子 晚上张力并没有离感 但是看得出来 她已经非常疲惫 工作死心 没办法 必须这样做 紧张忙碌的春运 对于铁路工人们来说 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张力必须要赢 我国地域辽阔 地质气象条件复杂多样 铁路运行面临的条件也是多种多样 大家看到了在忙碌的春运一线 有冒着生命危险检查桥体的桥梁工人 也有在接住网上灵活攀爬的蜘蛛侠 既有着菜架沟特大桥上繁忙作业的喧闹 也有着小村庄中宁静的坚守 我们再一起去武汉供电段 一个便电所去看一看 今天是周五 和往常一样 张兴又来到镇上采购 老板 这个鸡蛋还是鸭蛋 鸭蛋是吧 张兴今年30岁 武汉供电段西江便电所的一名值班员 由于工作特殊性 每次来换班 张兴要到距离便电所10公里的镇上 采购食材 为接下来一周的职守做好准备 张兴的家远在400公里外的湖南湘潭 每次来上班 他要乘坐五种交通工具 转乘六趟车才能到单位 骑上电动车意味着离便电所不远了 李师傅 李师傅 开门来 好冷啊 真的了 别人怎么没电呢 不然早过来了 耽误一点时间 你先把门打开吧 另一位值班员李东翔 已经在这里值守了一周 等待张兴来换班 现在日常还好 一定好 那行 没什么事是吧 还好 武汉西江变电所 担负着滬荣县武汉 只先逃100多公里铁路的供电任务 与一般变电所不同 这里处在村子的角落 附近都是农田 从15米高的动车砖线向下看 好像一座孤岛 西江变电所 一共有三名值班员 每人负责值守一个星期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 值班员必须24小时在岗 保障设备的安全运行 变电所有两台 220千瓦变压器 上百个大型段路器 开关组成 张兴和李东翔 换好专用的绝远靴安全帽 要做换班前的 最后一次双人巡捡 要像中医看病一样 值班员要对设备望闻问气 为这些设备拔败 每个设备的引线 油位指示器 油温表 箱体散热片等 有十多组数据 一次巡捡下来 就是一百多组 有时候会有调查 它没电了它怎么走呢 比如下雪 下大雨 所以特殊情况 就是有人在守着 行了 那我就回去了 行行行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在这里注意安全 好的 好了 你路上小心 不用送了 行行行 完成交接班前的最后工作 同事张东祥收拾好东西回家了 只留下张兴一个人 独自在这里渡过七天 刚开始这个锁接点啥都没有 就是没的水 然后厕所都没有 我们上厕所都是在外面 而且没的热水 没的热水 那时候都是自己烧水 下点的话就是搞一桶水 然后放在太阳底下 山一下午 然后就直接 晚上就直接这样洗 刚进锁的时候 一台电视机没有信号 一台电脑只能工作时使用 孤零零的小院里 剩下张兴一人 独自面对冰冷冷的事 因为长时间待在一个环境 所以就是人特别压抑 尤其是逢年过节 来这里工作的六年 每个除夕夜 张兴都是在电电所里度过的 2017年张兴成了家 并在一年后 有了自己的小宝宝 此时春运已经开始 除夕将至 今年张兴又要在所里过年了 就是想 想孩子 每天跟他搞完视频 就比较想他 每天必须 有时候是早中晚 必须就是跟他打个招呼 在西江电电所 张兴称自己是幸运的 由于工作封闭 长时间不能回家 张兴的另外两位同事 都没有成家 家里边我也不怕你笑我 我还没有成家 然后家里边就是一个亲人 完了我就给他接过来了 叫到身边来好照顾他 不是有句话吗 说这个母亲在哪 这个家就是在哪 张东祥 内蒙古呼伦贝尔人 几年前把家从内蒙古 迁到了湖北 在这片土地上 生了根 安了架 春运期间 每天有120列动车 从张兴所在的 西江电电所经过 每一趟列车里 都载满了对家的眷恋与渴望 午夜十二点 张兴开始了 今天的最后一次巡检 当检查完设备 确定一切运行正常 他才能安心回去休息 这群正在打篮球的小伙子 是上海铁路局合肥宫殿段 敦义堂综合工区的信号工 他们过着昼服夜出的生活 白天组织打篮球 是为了应对长期的夜班 锻炼好身体 敦义堂地处晚西大碟山深处 境内十二个隧道 二十一座桥梁 上下行线路长度有78公里 布满了道叉 轨道电路 以及信号机 信号工们的工作 就是保障好铁路信号的 一切正常 下午打球都开心吧 开心 开心的话 咱们下午干两件事 组织一个国家电路应急演练 王鹏宇 宋明杰一组 和陈 周杰峰一组 每开始五分钟计时 好 进去 进去 快点 这间布满设备的模拟练习室 被小伙子们戏称为练功房 第一组来测试的是王鹏宇和宋明杰 一旁还有健康老师 像这样动手实操的模拟训练 每周都会举行三次以上 发送端的VV2 现在是0.515 说明电影已经 我们平时练功的时候 都要掐时间 在平常如果你时间长 然后没处理掉 可能就会受到惩罚 一些小小的惩罚 工长李江帆在一旁计时 原本十分钟的标准时间要求 被李江帆压缩到五分钟 别看是一场小小的练习赛 每个人都充满了紧迫感 一时电了不处理 然后现在故障 故障消除了 故障再消除了 故障历时4分54秒 成绩合格 就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设备处故障的话 你要从室外故障 你要从室内跑到室外 最少一点十分钟 所以就要给他们压锁时尚 好 下一组准备开始 走走走 好 继续开始 郑雪峰今年24岁 来蹲一趟不久 被分配到和经验老道的 合尘一组 高铁的信号设备 对于列车运行来说至关重要 一旦出现故障 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停运 信号工们必须锻炼出极强的 处理应急故障的能力 这次李江帆故意给和尘设置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于旅客准点到达各个站的话 要求是很严格的 所以说同时也就要求我们处理问题要快准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距离规定的实现越来越近 问题点仍然没有被锁定 作为团队里的技术骨干 合尘并不想输 最终故障出在了电阻器的插口处 这种问题并不常见 你不喜欢 那你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只有你真正地去爱这个东西 你才会发自内心地去 想把这个东西弄好 平均年龄只有28岁 这支年轻的队伍 守护着滬龙县上海局的西大门 就像很多铁路人一样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合尘的老家是江西 王鹏宇是地道的石家庄人 而新来的郑雪峰家在安徽合肥 我们公区有一个马师傅 他的年龄比较大 然后其他的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但是我们整个公区里面 氛围还是比较团结 比较和谐的 就跟一家人一样 面对春运的大考 真正的作业开始了 小伙子们一改平日嬉笑的状态 每个人都严肃起来 滬龙高铁合肥到武汉专线 是全国第二条高铁客运专线 开通于2009年4月 其轨道信号技术来源于法国 是我国早期从国外引进高铁技术的世行线之一 信号工们统称这里的倒叉为法叉 此时法叉的间隙出现了误差 核武专线堆一堂段铺设的是油炸轨道 急速通过的高铁形成的强大冲击力 对线路造成了影响 信号工每天晚上要筛查每一个方查 把误差降到最低 想要说我们的设备 比如说这个设备坏了 有可能就是说后面的列车 一趟接一趟的就过不来 高铁是这样的 一趟列车软点了 后面陆陆续续所有的都会有 之所以堆一堂被称为综合工区 工区采用的是公务电物 供电联合维修作品 此时公务班组已经前来配合 室外三大件 倒叉信号机和轨道电路 是高铁信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号工们需要在有限时间内 检查完所有设备 时间紧 任务重 只有做到团队配合才能提高效率 你能一股身的去把这个任务完成掉 毕竟我们身在这个岗位 护荣县是连接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 它的一端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 另一端连着劳武输出旺盛的大西南 每年春月成千上万的劳动者 满载着一年辛苦劳作的收获 满载着浓浓的思乡之情 通过这条交通大动脉奔赴家乡 为了它的安全畅通 有许多铁路职工在寒冷冬夜 默默执守 为这条回家的路保驾护航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请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